好,來,我們再來一次 所以這邊的話,西瓜,對不對 所以這邊會有個光,所以你如果喜歡 你可以這邊寫個光 或者你要畫一顆太陽,畫一個燈 好,隨便你,都可以 然後呢,西瓜,主要是誰? 葉綠光合色素們 一大顆光合色素 但是最主要的,來反應的 來把這個電子打出來的 是葉綠素A 那葉綠素A的話,為什麼可以 因為不覺得一直把電子打出去 因為它可以搶水的 所以它這個光觸媒,它有一個能耐 別人沒有 什麼能耐呢? 把水裂解,變成 電子、質子、氧原子 對不對,氧原子會變成雙原子分子 其他形式就飄走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電子就會打出去 然後呢,質子就會跟著電子跑 那質子跟著電子跑,電子打出去呢 這邊就有一連串的兩畫環 會叫做電子傳遞的過去 那我們講的再細一點點的話,就是什麼 這電子打出去之後 它就會因為這個Electrum of Finardy 就是因為電子的輕盒力的不同 所以呢,欸,有電子打出來 那我會搶到電子,我就很高興 結果呢,下一個家後的電子輕盒力比我還強 它就把我的電子搶走 那下一個家後的電子輕盒力比我強 它又把我的電子搶走 那最後,電子輕盒力最強的人是誰? 搶電子能力最強的人是誰? 那我搶電子能力最強的人是誰? 那就是MATP的症 對不對? 所以它叫做最後的電子接收者 那當然我知道,我這樣講 可能就化學專業的人 聽了可能肚子過了 但是我們只是從一個比較論文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總之,我們生物把它叫電子傳遞 它就是一連串得到電子失去電子的兩畫環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能接釋出了用來合成MATP 這個電子激發出去高能的狀態 然後電子傳遞鏈能接釋出合成MATP 這也是一個諾貝爾獎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這也是一個諾貝爾獎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這邊 最後的話,電子還在啊 對不對?還在 所以最後的電子接收者是誰? 就是MATP症 接收電子同時容納直子 然後當然沒那麼容易 我其實直接這樣畫過來 然後呢,接下來就會 好像這樣蠻不清楚 那碳反應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或者是說純燃系有機化學的過程 那有一個化學家把它搞清楚了之後 這個反應的過程就用它的名字來命名 而且我如果沒有記錯他還得了MATP症 所以等一下 碳反應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所以我們寫出來就變得很簡單 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我們就不好寫太多 不過反應的重點就是 產生大量的光能固執 也就是30酸切乾還有氾濕度的 也就是ATP跟NPH 然後呢,然後就這邊的碳反應 那碳反應當然最主要就是二氧化碳 對不對? 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來說你要去記 碰到之後的原料是水跟二氧化碳 因為它是鮮水 然後才二氧化碳 然後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就會想辦法被抓進來 那這一邊就有一點點複雜的過程 但是這不是我們高一選擇的重點 那這邊就會要來抓起來 因為會安心跳在空中 剛剛是不是講到 有時候 這個植物它因為生活的地方 是不是乾啊 熱啊 風牆啊 它的話就會有一些 怎麼樣調節自己選份 使用比較有效率 不會自己乾死的狀態 所以它的氣孔會關起來 或者氣孔會開得比較小 所以都會有很多複雜的過程 總之你就要想辦法 要為何要在你後進來 然後讓水分比較出去 聽起來很玄喔 對不對? 所以還好植物沒腦 不要再蒸飯腦 我氣孔開得很大量 放進來很多 可是呢 煙油會冒很多 對不對? 水也會蒸飯 所以植物就要怎麼樣取得一個平和 我的氣孔要開多大 我才不會乾死 然後呢 我氣孔要避得多小 我才不會餓死 那這個其實是個麻煩的問題 對不對? 我看你做了 還有植物沒腦 這樣我都會壞了 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 它就會把核養爛爛抓下來 然後核養爛爛抓下來之後 接下來就會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 這個遠圈畫得很重 不過不管它 本來就會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 然後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先生 把它搞清楚 所以這個就用它的名字來命名 那這位先生呢 就叫做卡爾文先生 對 這個過程呢 就叫做卡爾文區塊 就叫做卡爾文區塊 也就是說 我已經有一些物質在這邊等 然後呢 等著都要看進來 那用卡爾文區來的時候呢 你就跟它產生反應 然後更換一個中間產物 然後接下來呢 再消耗來自於光能作用裡面 光反應的這個高能物質 變成另外一個物質 然後再轉換成另外一個物質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其實可以這樣 咻 然後就會轉出什麼 就會轉出胡椒 它就可以做出一個物質 所以我們光能作用的重點 不就是這個嗎 對不對 光能作用的重點 當然啦 這個胡椒 不是一個穩定的形式 所以它接下來馬上就會變成這種非運層 或者變成電魂儲存器 但是我們在試 反應式的時候 不就是水 會變成很軟 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呢 我們就會發現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講到光能作用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再來一次 這邊的話呢 光反應西瓜水分解電子傳遞 那西瓜水分解電子傳遞 然後呢 然後它的重點就是產生這兩個高能物質 這個中文我先擦掉 還原新骨 你在這邊會擦 還原新骨 還原新骨 然後接下這兩個高能物質 這兩個高能物質要怎麼辦 這兩個高能物質就會來提供給這個碳粉因使用 然後呢 這個電子傳遞 我這邊先把它擦掉 好 電子傳遞 對不對 還記得囉 幫我所有東西都會寫啊 好 電子傳遞 對不對 還記得囉 幫我所有東西都會寫啊 好 那你是整個版書超來 就我剛剛講的一點點解下來 光能作用的步驟 可能光反應跟碳反應 光反應發生在這個類囊體 然後中的焰濾 焰濾 它的過程是西瓜水分解電子傳遞 它的能量的概念是從光反應 從光能變成 從光能跟太陽能變成化學 它具體就是產生這兩個高能物質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高能物質 是不是就會提供給這邊 就是Pyron循環 Pyron循環很明顯的是一個 差掉了 誰差了 很明顯的 這是一個虛能反應 對不對 這是一個虛能反應 它就是會把六個二氧化碳 然後呢 轉變成一個六氧化碳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邊是不是就會需要 ADP提供的能量 那ADP提供的能量 它提供過來之後 所以能力就會把它化成 是不是這樣子 剛剛只是讓大家知道 ADP會不會過來 對 那當然過來說還是ADP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要 另外的話 的話是不是就這樣 ADP是不是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這樣子 是不是就這樣 然後呢 是不是釋出能量 是不是就給一個虛能反應 來使用 那當然我們整理把這兩邊串連起來 有沒有發現 那就會是什麼 那就會是光反應產生的ADP 然後呢 有沒有發現 是不是就這樣 光反應產生的ADP ADP就給碳反應使用 然後變成了這個充電三線桿 然後這邊呢 再把這個能接 電子的能接的濕度能量 用來 用來 用來把充電三線桿跟一層跟接起來 跟三層跟線桿 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充電電池 來這邊充電 來這邊放電 來這邊充電 來這邊放電 來這邊放電 是不是這樣子吧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差不多 那他過來這邊 撐透 他是不是也是一樣 這邊 MADPH 然後在這邊的話會怎麼樣 在這邊的話就會 在這邊 丟電子給他 對不對 對不對 同時也把枝子丟給他 換成的話 就要換成哪個青 對啦 這邊把電子丟給他 把枝子也順便丟給他 對 你看這就有青 這邊有青 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 就會這樣丟給他 就丟給他 對他之後呢 他自己就會變成什麼 他自己就會再變成 MADP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MADP 這個MADP 又會到這邊 到這邊來的話可以怎麼樣 可以接電子又同時容納性 就變成MADPH MADPH 又可以到這邊來 然後到這邊 又換他 又電子再丟性子 然後又變回MADP MADP 在這邊又接電子 又接持子 又變成MADPH 是不是這樣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講 那邊是光反應 這邊是看反應 所以 看反應的話 我們剛剛講 光反應就是 就是溪光水分解電子傳遞 對不對 溪光水分解電子傳遞 那二氧化碳這邊呢 碳反應呢 碳反應的話 就是什麼 就叫做二氧化碳的固定 就叫做二氧化碳的固定 那反應這句話 大家現在在高一而已 我們 還沒有發現這句話的重要性嗎 那二氧化碳固定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我剛好能說 還有植物美濃 不然還有煩惱 而氣孔到底要有幾個 然後開多大 對不對 那有沒有地方 乾熱到白天都不敢開氣孔 有啊 有些地方是那種極端到 植物根本不敢還氣孔 那你怎麼辦 那你怎麼辦 當然還要怎麼辦 所以其實 這就是個複雜的過程 我們要在你會討論 所以你就要知道 阿爾文抓進來 然後抓進來之後呢 抓進來就是這個 阿爾文 對不對 所以 講得光合作用 前他來講就是五大步驟 西光水分解 變成第二 阿爾的固定 阿爾的循環 就是這樣 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 我們點長的A1 庫克斯 那我上次跟大家講到 光合作用的話 那當然大家是高一而已吧 不過覺得我上次講得太難 其實沒有關係 我們就回到課本就好了 那我們就盡量都跟大家提示 那我們跟大家提到 這個光合作用 當然可以說是生命事業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種作用 那這個光合自己的生活 大家最熟的 當然就是植物跟藻類 它藉由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把環境當中的 我們積物水都染化看 然後吸收太陽能之後 變成有積物 然後接下來就讓自己長大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這些動物 我們這些消費者 就會藉由攝食的過程 把這個養分吃到裡面去 那我們上次也跟大家講 這個 光合作用的話 它簡單來講 就分成光反應 還有碳反應 那光反應的話 就是西瓜 水分解 電子傳遞 那電子傳遞其實 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而且相對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相關的一些知識 為什麼電子傳遞的過程 可以合成APP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MORE-ER 槍 所以它還有一點複雜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光合作用的光反應 就是把光能變成化學能 儲存在兩個高能物質內 就是APP 還有NAPTH 然後接下來 再利用這兩個高能物質 然後把二氧化碳 然後把它轉變成葡萄糖 也就是我們講的 二氧化碳的固定 還有Corel的循環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提到整個 光合作用的光反應和碳反應 我們如果要寫一個百應式的話 那應該很簡單 就是水加灰氧化碳 變成氧再加上葡萄糖 那如果要寫細一點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我們上次應該有跟大家說 火光合作用的原料 是水跟灰氧化碳 那請大家寄水跟灰氧化碳 不要寄灰氧化碳 因為它是先水 然後再灰氧化碳 所以我們從這可以看到的話 這個水一開始呢 有12個水一開始的話 會有12個水 然後呢再加上這個 12個NADP症 大家也聽不懂 NADP症 就是這個 維電解鮮氧化碳的乾淨質 它就是一種的乾酸 就是一種的乾酸 它不是用來構成 EMA或RNA的 因為我們講 因為RNA是一種核酸 過程它的基本原間叫脹乾酸 那基本上它就是有 磷酸無碳打蠻氧化碳激 那這個的話呢 它當然也符合 Took 我們講的磷酸無碳打蠻氧化碳激 所以其實就成分來看 是一種核幹酸 但是我們更強調的是 就功能來看的話 它就是一個撫酵 它就是有氧化々原 那當然是牽涉的到 核瀨熱電子或失去電子 但是現在這個很化學喔 就不花時間琢磨在那 所以我可以看到是水 然後能加上這個還原幸福 然後接下來的話它就會變成什麼 接下來的話就會變成 當然水的話就是會變成癢 對不對 就變成癢就會掉掉 變成癢就會掉掉 然後另外的話就會得到 很重要的我們講到的高溫能物質12個 這個畫號單你可以寫兩遍 就是NADH再加上 對不對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一樣有12個 對不對 然後輕的話有24個 然後正面會有12個 所以這就是光反應的反應式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強調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強調 它其實會產生 AT 對不對 它就會產生AT 如果你要寫的話 APP已經18個了 不過其實我們可以不用寫那麼細 我這邊寫12 12已經很過分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主要是 溪光、水分解、電子傳遞 在電子傳遞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溪光了 就把這個電子 這個電力數A 就可以把電子從激態打到激發態 這是一個高能的狀態 那這個能接的釋出 到最後就會合成ATP 這就是說我剛剛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電子傳遞 會合成ATP 就把它搞清楚 是一個Norbell講 所以它有一點點複雜 那大家聽一聽就好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到高三還在三類 客人到時候會算學一些 所以現在還好還不急 你也不需要太早 就接觸到太難的東西 然後把自己嚇的 或也是搞的 這個亂七八糟 或者很緊張 那當然相反的 如果你是屬於 比較能夠接受一些壓力挑戰的話 那你有空 你有興趣 當然也可以多去練 你說 你們是不是很麻煩 高中山是不是很麻煩 那個課程 你能夠搞定 覺得很厲害 好 我們看到就是國王反應 所以國王反應的話 最大的重點 就會產生一個很高的 物質的就是ATP 還有NAPPH 上次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這個叫做氧化性骨 這個叫做還原性骨 這邊接電子 同時融化十字 然後它接下來就會丟出電子來 所以我們講 它其實也就是氧化還原 幫忙接收就是丟出電子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下一個原料就要登場 下一個原料是什麼 下一個原料的話 就是氧化碳 對不對 氧化碳就要登場 所以大家會按加了什麼 加來自那一邊的 有沒有看見 來自那一邊的 什麼東西 12個 8號 NAPPH 再加上 補充 是不是就這樣子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剛本來 想要把ATP寫來上去 因為它轉過來 就直接可以給這裡 可是我習慣把ATP寫來 產生在上面 沒關係 所以在這邊 現在一樣是這個ATP 對不對 不知道大家顏色看 等一下出來 因為我們這間教室 為了要能夠用那個螢幕 所以中間的燈都拆掉 就變成中間暗暗的 不知道大家 調一下螢幕的亮度嗎 還是怎樣 不會有暗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剛剛的這個ATP 就會在這邊用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 這個跟ATP就是到這邊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跟ATPH 就是這個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 的話 是不是就會產生了這個水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還有什麼 那高壓當中的話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C6H12O6 是不是 然後另外的話水 水這個大家當然會 所以就會有 什麼 就會有 六個水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還有什麼東西 只有這個 就可以看到 會有這個情形 就會發現 六個水 對不對 你看氧原子的話 那邊那邊看 六個氧 有12個氧 所以這邊有6個氧 然後這邊有6個氧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你輕 輕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從這裡來看的話 這個12個 NATPH加H0 所以其實輕是有12個 那看到這邊的話呢 12個 這個就用 那你猜 我們基本上感覺就寫完了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寫完的話 其實還會有什麼東西 其實還會有 所以很多人就 想要這邊就抵了嗎 我們如果要再寫的話 還有什麼 要記得嗎 這個12個 對不對 那這樣前面數12個 正點分 後面數也12個正點分 那就看看 可以抵了 所以從這裡來看 你看 輕的數量是不是對的 622 這12是24 那邊是不是24個氧 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 當然這是化學 我覺得化學是反應式 你把它寫一下 結果真的都一樣 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大家要寫個總反應式嗎 還是真的 他自己寫比較好 你如果要寫個總反應式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水 二氧化碳 有沒有看見 這是不是都笑掉了 有沒有 這個 這兩個相加就是總反應式 就是光反應 就是碳反應 有沒有看見 這邊是不是前面有 後面也有 有沒有看見 參與反應 反應前後量不變 對不對 這個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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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沒有發現 你在國中的時候 生物老師在你國一的時候 或者你現在或許喜歡講七年級 會講一次 然後李化老師是不是也會講一次 那生物老師寫的反應 是跟李化老師寫的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差別差在哪裡 差別差在生物老師會寫十二個水 後面又產生六個水 以後老師有可能覺得 這前面有十二 後面有六 就把它消掉啊 前面只有六個水 後面沒有水 你會發現生物老師不會這樣寫 生物老師一定前面會寫十二個 後面會寫六個 因為我前面就是要用掉十二個 後面再產生 但是後面產生了 那當然 我們自己也知道 你反應是前後有機就可以消了 這樣我們不是也說 這個可以消 那個也可以消 這個時候 所以如果你要寫從反應的話 寫假或是什麼 你看到就會是十二個水 然後呢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的 NADPH 還要再出來嗎 不用 NADPH要再出來嗎 其實也不用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就會是這樣 有沒有 十二個水再加上六個氧化碳 然後呢 我們是不是會想這樣 就是陽光照進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這邊會有什麼 那有人就會想到要有液滴室 或者有液滴體 那我想這算了 我們就直接再往下吃 或者到什麼產物 我們就會得到這邊 對不對 六個水 然後再加一下 對我們其實 就是這樣 對我們其實 從這來看的話 你看你就把它加加淺淺 而且你可以看看 碳是六個氧化碳 對不對 還是六個 然後從這來看的話 喔對 什麼東西沒有寫到 你看 這個東西沒有寫到 對不對 其實這個東西沒有寫到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還有六個氧 在這 那在這個步行當中的話 我們才會看見 你看喔 這裡是 水就有氧 所以有12個氧 這邊的話呢 二氧化碳是有氧 12個氧 所以怎麼會有24個氧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這是 六個 十二個 這邊的話 對這邊十二個 都有24個 那我小這邊的話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我這個有氧 這邊 這邊當然也可能會 看不見 是會想水來 不過跟大家的重點是 大家看看喔 水是不是有氧 二氧化碳是不是也有氧 請問這個氧是哪來的 這個氧是哪來的 我們在光合之後 或潛到中 會放出氧氣 那這個 光合中的原料是 水都讓氧化碳 它都有氧 那到底它放出的氧氣 是什麼 我們現在總反應式 來看 大家很清楚 這個氧是來自什麼 來自水 對不對 是來自水 所以你這邊的話 就可以知道 它其實是來自水的喔 它是來自於水的氧 那科學家 我們現在當然反應是寫出來 我是後見之明了 科學家一開始研究的時候 他是怎麼知道 怎麼就可以把它化掉 這樣子 跟他說這兩個氧 對不對 怎麼就可以知道 這個氧是來自什麼 是來自於水 是來自於水 那科學家在研究的時候 當然他就有找到這個 微生物 他並不是用水 但是用電子蜂功的成 是用氧化氫 所以 而且可以稱之為氧化氫 那氧化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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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使他們用 找到微生物 是用氧化氫 那你說它會產生氧化氫 就不會 雖然說它的原料 又該化碳 而就不會產生氧化氫 它就會產生氧化氫 它就會產生氧化氫 那對於這個 後來的實驗變精準 那氧化氫化氫化氫 分別去標記水和氧 那他就會知道 放出來的這個氧 你看他有沒有這個 放水水在裡面 就知道它是來自於氧化氫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氧是來自於水 這個氧是來自於水 好 所以 這是跟大家講到的 這個光合作用的光反應、暗反應、還有長反應式 我們從這個角度幫大家看光合作用再說一次 其實我們上星期已經講完了嘛 對不對 也不是上星期啦 我現在是落在早時間 大陸也不是真正在上課啦 不過我想大家也很開心啦